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十月十日 今年八月三十 禮拜五 新聞的頭一條來看 同一個地點在三分前來 連續來發生兩次的車禍 這是沉夜發生在台中市 米村路跟流傳檔路口 這個民眾過大路 不走拔馬山 讓機車撞一個真正熱 這個路比街白店的老闆 好心出來支揮交通 想不到 也叫另外一台 衝進進衝到有的機車撞到 現場中有四個人輕鬆鬆 第一次是機車撞路人 然後第二次是有人協助的時候 又被追蹤 外面中這個機械店的 老闆秘撞一個桌子車 真的平時 歐巴上這個路 升級當中也拔都在地 就平時第一次被撞到 上的過路人 高雄第一台騎到外面這個人 總共四人受到輕鬆鬆 幫忙指揮 都已經人家有用雙腳追 為什麼還要把他衝過去 主要這個機車騎士 對於前方的狀況 並沒有非常的注意 同一個地點三文正來 連續發生兩條交通速度 加載市的中心的人 都沒什麼要緊 辛苦的時間救護人員